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高温影响和电站运行 获质农作物收成急剧下降 脸书未堵侵犯用户隐私丑闻 支付天价法金 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4日发布联合声明 同意与脸书公司就保护用户隐私 达成一项为期20年的和解协议 内容包括脸书赔付50亿美元罚金 并接受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进一步监管 此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天宣布 脸书已同意支付1亿美元罚金 已就未能充分披露滥用用户数据风险等指控 达成和解 2018年3月 脸书被曝出与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违规 分享8700万用户数据 随后 美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此事展开调查 并对脸书开出50亿美元罚单 这是这一监管机构给科技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 超过2012年对谷歌公司处以的2250万美元罚款 根据联合声明 美联邦贸易委员会还要求脸书公司设立独立委员会 以加强对隐私数据使用的监管 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和独立委员会 需定期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汇报公司遵守隐私保护的情况 此外 和解协议要求脸书公司加大对第三方应用的监管 例如 公司必须明确告知用户使用提森方应用可能存在的风险 并在使用之前获得用户的明确许可 如果出现超过500名用户隐私受到侵犯的情况 美联邦贸易委员会将要求脸书 必须在30天内向其报告数据泄露情况 并终止相关应用程序在脸书平台的使用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乔·西蒙斯认为 50亿美元罚金不仅在数额上前所未有 而且要求整改的相关条款将改变脸书的隐私文化 降低其继续违规的可能性 然而 也有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表示 和解协议处罚力度不够 不足以惩戒脸书公司 有分析认为 本次罚款虽可为添加 但相比脸书的收入 罚款不过是九牛一毛 脸书在全球拥有几十亿注册用户 去年收入将近560亿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收入151亿美元 利润24亿美元 然而 不断爆出侵犯个人隐私及数据泄露丑闻 在拉低公司信誉 虽然和解协议暂时缓解 脸书正面临的主要司法压力 但公司还面临美国及欧盟 关于其侵犯个人隐私 和违反反垄断法的其他调查 法国又饮高温考验 新一轮热浪从22日起席卷法国 且不断升级 法国多个地区气温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 7月同期记录 截至当地时间24日 气象部门向北部20个省发出红色高温预警 首都巴黎25日达到42摄氏度 酷暑高温极大的考验着人们的生活及工作 也给电力供应 农业生产等带来诸多压力和影响 自22日起 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热气流云团北上 受此影响 法国绝大多数地区饱受高温制抗 23日 法国多地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 7月同期气温记录 当天 法国最高气温高达42.1摄氏度 法国的最高气温也超过37摄氏度 气象部门把橙色高温预警地区 扩大到80个省 24日 法国依然是高烧不退 例如 东部城市地容以39度1摄氏度的最高气温 刷新了当地自192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位于巴黎周边的丰丹白路 也出现40.6摄氏度的高温 短天下午 气象部门将包括巴黎所在的 法兰西大区在内的20个省 升级到红色高温预警 其余60个省仍处于橙色预警状态 并提醒这些地区居民尽量减少外出 气象显示 25日更加炎热 全国范围最高气温将在37摄氏度至42摄氏度之间 同时 预计巴黎将出现72年以来到最高气温 达到42摄氏度 这是法国自今年6月底以来 今日的第二次热浪 法国气象部门6月27日 曾向南部的罗纳河口省 加尔省 埃罗省和沃克吕兹省 发出高温红色预警 6月28日 南部埃罗省韦拉尔格的最高气温为46摄氏度 创下法国最高气温记录 法国自2003年夏季热浪后 引入了新高温预警系统 这一系统最近在短短一个月内 已经两度发布红色预警 韩国抵日情绪蔓延 调查称 逾六成韩国民众抵制日货 据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日本对韩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后 韩国民众抵制日货的情绪持续高涨 25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六成以上的韩国民众正在参与抵制日货行动 报道称 韩国民调机构于本月24日 针对全国504名成年人 进行了第三次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回答正在参与抵制日货行动的受访者 占比达62.8% 与第一次和第二次结果相比 两周间增加14.8个百分点 韩国民众抵制日货的情绪日渐高涨 调查结果显示 除自由韩国党支持者和保守党外 绝大部分地区年龄 意识形态 政党支持者正参与抵制日货行动 而自由韩国党支持者中 大部分受访者目前没有参与 保守党中正在参与和目前没有参与的受访者 占比各占一半 此外 今后有亿参与的受访者比重 达68.8% 无亿参与的受访者比重达26.4% 据报道 本次调查可信度为95% 标本误差为上下4.4个百分点 消息内容可在RealMeta网站上查询 欧洲高温影响核电站运行 或致农作物收成急剧下降 据俄罗斯卫星网援引美媒报道 欧洲各国的天气异常炎热 导致核电站关闭和电价上涨 干旱引发森林火灾和河流水位下降 使得一些农业部门面临风险 据报道 生产法国约四分之三电力的法国电力公司 因天气原因不得不进行减产 因为核水温度太高 无法再冷却反应堆 两座反应堆已停止运营 公司还计划近期将另两座反应堆的功率减半 这导致电价上涨达到冬季以来的最高水平 德国农民担心近来的炎热高温会成为正常现象 干旱和莱茵河水位下降影响灌溉 他们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放弃播种油菜死 据悉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玉米 报道称 德国易饲料企业得出结论称 如果近期不下雨 收成将急剧下降 一些农民决定不等到成熟就收割玉米 准备将其作为轻注饲料 保障动物的活食 此前 德国迹象局代表安德烈亚斯 弗里德里希宣布 近年来最强劲的一次高温天气即将来袭 本周末 该国大部分地区的火灾风险将会提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ędę 说明镜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